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93点的一个位置 但是OTC它是呈现了一个下跌 所以在这种过程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来自于资金面 这个资金面的一个改变 它造成可能外资在今天里面 被动基金里面随着美元的转弱 因为费的鲍尔主席 他就已经在昨天里面 他说了一个说明 这个说明不改他过去里面因中代歌 先讲音不会降息 短期之中他不会去做降息 再讲歌今年里面来讲话 会有降息的可能性 那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里面先放在这边 它是一个中心值 这个中心值再来去做探讨 因为在今天里面有一些投资朋友问我说 台积电到今天里面已经到760块钱以上 也是在之前前一波外资的一个目标价到了 那现在的外资 某些的外资调高目标价到880或是850 那到底该怎么看 我们等一下里面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告诉大家 不过我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不得不说一件事情 在过去长期以来 这两年之中对抗陆行之先生或是舰长 他对于台积电的看法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在今天里面陆行之的一些的看法上面 我在今天有一些的认同的部分 会给投资朋友从台积电去做解读 因为今天陆先生又对台积电开始说三道四 我们等一下里面会来开始去做一些的解读 那台币股市在今天里面大概有几件事情 今天不是只有拉台积电 他所有的龙头型的全资个股都拉动 甚至连金融个股 他都去做一些的拉动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在今天里面 因为费的 刚刚费的主席里面说的这些话的过程之中 他就使得新台币呈现的升值 对不对 今天是新台币呈现的升值 没错吧 美元就会落实 因为他说今年美国会去降息的 好 那今年美国会去做降息的 你要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他不会是在现在 因为他说他短期内不会去赚息 那为什么今年还会有降息的可能性 明明鲍尔就说 现在的美国经济的强韧度是很强的 他没有必要去做降息 他还是要去做控制通膨的一个部分 那就告诉你说 其实美国有部分的产业 他没有办法长期在美国基础利率里面 在5个percent以上撑得住 我们说过在这个时间 不是说你有AI 你的股价就一定行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你没有AI的一个产业一定不行 过去的苹果如日中天 过去的特斯拉如日中天 在美国股市创新高的过程 他们的股价是创近期新低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知道投资朋友 要去做一些的了解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里面来讲 台北股市会分成三个层面 一个我们就说在基本面上面 一个是在技术面上面 一个是在筹码面上面 再过来就资金面 因为筹码跟技术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三个层面 在今天里面引动到 昨天美国股市的大涨 就是来自于费的说 我今年还是会降息 这就是资金面造成美元的弱势 台币的强势 而被动基金里面来讲话 在这个时间点它产生的变化 所以美国一天之中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里面就下降了 因为公债就开始往上走 因为总有一天 它会等到它 因为废的都说了 今年总是会降息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2024年你是股债平衡的一年 我们在昨天之前 不是说这个时间点 大部分的股票在今天是很可怕的 大家知道吗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上市公司加上柜公司下跌的加速 高达1500加以上 最近都常常这个样子 甚至OTC的一个指数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你看一下 它是爆量式的黑K 而且今天的低点 是近四个营业日的低点 所以我为什么这两天都跟他讲 乐观之中要带着谨慎 原因就是来自于说 台北股市你涨多了 你在这个时间点的涨多 你本来就是在第五波 大家称之为邪恶第五波 第二次延伸的推动波的波浪5 你本来就要防止 而且预防它未来里面涨多之中 它可能产生的修正 第二件事情市场上面 你充满了贪婪 也就是说市场的资金 有投机的资金 也有投资的资金 你当然就是投机的资金 你大部分的股票 都去买不赚钱的公司 只是因为它低价 或是某些的公司 只是因为你买不起 你就买相对的比较没有涨的 可是在产业上面 我刚刚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第一个 它在AI的比重多少 产业上面不是说你有AI 你就一定股价行 可是你没有AI的产业 一定是不行 所以如果你AI的比重很低 那很抱歉 你也没有用 对不对 或是你在这个产业上面 我们在之前就谈到 从美超围的大涨就说过 他就是在讲水冷 水冷就是液冷 那这个过程中 台湾里面来讲 能够做到水冷就那几家 因为整个双红的大涨 或是旗红的大涨 那你就去买了 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散热 那如果它跨不进水冷 或是它的水冷 根本没有多少比重 你就去买它 那你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会被淘汰了 连其红都积极向水冷去做认证 水冷以前是3DVC里面来讲 其红它是市占最高的 那所以后来我们才讲说 到水冷的时代 你才去留意双红 双红在讲的时候 才300多块钱 所以这个部分你就要知道说 台北股市它必须要面临的 它就是一个涨多之中的压力 它面临的就是市场上面贪婪 而且极短线的资金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五日军业乖离很大 你一定要切记一件事情 不要用追高的 它震荡是在所难免 你要买我没有反对 第一个你资金去做切割 第二个你保留住 现金部位三到四成 这是我都先说的 第三个如果你资金去做切割 你在今天面对开高走低 杀 你会不会莫名其妙 里面来讲跟着杀 就不会 你可以期待下一个机会 对不对 你还有钱去做摊品 如果你是用融资的 你今天开高走低 很多股票杀 你今天输的钱 是别人现股操作的2.5倍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五日军线的乖离太大 它是震荡在所难免的 但是在今天里面 我们必须要去留意的是 它爆量 任何带大量的K棒 它就称之为关键性的K棒 OTC已经看到了 巨量黑K 你隔一天里面来讲 就是明天 你的收盘最好守住 今日的低点251.74 如果守不住 短线上面就要进入修正整理期 它就要进入修正整理期 我们在这边讲 因为你OTC里面 或是内资的市场 有一批人就是老业内 老主力 他就会看技术面 看技术面的人 在这边里面都很清楚 鼠方在讲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OTC一直都比较弱 所以它今天的低点 会创下四个营业日的一个新低点 原因就是在如此 所以明天的OTC 也说你最近这几天 都是在涨台积电 我觉得涨的也是有道理 你大盘的本益比 都已经到22倍了 台积电涨到20倍 有什么不合理呢 非常的合理 所以在这种过程最终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要去记住 今天的集中市场也爆量 但是集中市场是不是有个多方缺口 是不是有个多方缺口 所以任何的爆量的过程之中 在之前是18115 你要去做调整 也就是说你短线上面 关键性的强弱点 是这个多方缺口的下源 那就是19532 你短线上面要续墙 你就必须守住19532 那我说过在三月份 个股的波动会很大 我是今天才讲吗 不是吗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三月份会再公布 二月份的营收 二月份的营收 月减年减是非常正常的 年增就是很棒的 那如果他们只是一个月份 他有些的营收 他已经提前在元月份 所以他如果元月份是优预期 二月份月减年减 加起来是OK的 那你在担心什么 你反而会要趁着市场上面来讲话 这不长眼睛的人 他乱卖股票 你自己去留意他的买进机会 或是你去找那种 还能够逆势成长 那当然很好 不过你要看他的本益比合不合理 这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既然如此 那你集中市场上面 五日级线乖利很大 就不适合追高 那你就偏多到日KD交叉向下为止 但在最近里面 很多股票其实都交叉向下 都是台积电在撑着 那我们在之前里面 300多 400多 500 就已经讲过台积电了 那在这种过程中 OTC不可以明天开低走低 因为他今天是爆量式的黑K 短线准 操作在OTC 你就静待他重新交叉向上 那KD指标在高档说 这是不会变的 你挡个股的资金 都不可以一次买满 现在里面我们说保留 三成的现金部位在手 我说是不是在等待这个 当市场上面 在三月份 有很多财测 财报 营收利空的时候 你自己逢低布局 后面会成长的个股 而且必须本益比合理 本益比合理的股票 你自己留意 那现在里面 19532就变成集中市场上面 短线上面强弱的关键点 OTC就是明天不可以开低走低 而且随时的留意资金流向比 那假设破19532呢 收盘假设破19532 你的现金比重要拉高 本来我们建议大家三成 现金比重在手上 就要拉高到三到四成 就再增加个一点点的现金部位 再去等待什么 个股的修正 股价更好的一个买点的出现 那在最近里面 都会个股表现 未接式的调整 它是没有改变的 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电子80它会过热 70到80是主流 60到70轮动 现在就是很容易轮动 60以下非电就是主流 避开融资增加 价落的个股 三月份颇动大 是在所难免的 那腾落指标 不要像今天这个样子 集中市场涨190几点 下跌的加速这么的多 那就是什么 拉基盘 拉台积电 其他个股下来 但是我觉得拉台积电 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因为台积电760块钱 以今年的EPS38块 20倍本益比 本来就是760以上 所以到今天里面的台积电 它已经到合理的价值 如果你要再去追高 就不关鼠方的事了 那你再自己留意 那外资为什么要把他的目标价 调高到850 880 其实陆行之先生说对了 在这一次我很少 我很少同意他们的看法 但是在今天里面 我同意的看法就是 台积电有今年的EPS 获利的提高吗 没有 它还是38 那为什么目标价提高到 850或是880 那很简单 因为大盘一直涨 大盘整体的本益比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在22倍 所以台积电到760几 合理 它跟大盘的本益比是一样的 可是问题 如果大盘还要继续涨 假设台币还要继续升 外资还要继续买呢 那没办法 他就只能买这些个股 那你要买这些个股 我们说整个一个BuySide 跟SaleSide 有分成券商 有分成被动基金 那这种办法 你要在760以上买 你就必须把它目标价调高 不然你的目标价在760 他怎么买到760以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陆行之先生说的是对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台积电338块的EPS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了 对不对 36到38的EPS 那好一点是40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760块 刚好是中间值 36到40的中间值是38 那你38的20倍的本益比 它是合理 所以台积电合理 那如果说它的超涨 就是到25倍 25倍就800多块钱了 对不对 那就不是我在讲的了 所以台积电今天 已经到了合理的利润 那超额的利润 那就看这个市场上的资金 能不能够推捧它 到一个所谓的超额的利润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为什么很多的个股 它会出现的卖压 就是它基本上 就像我们在之前讲的 你的散热 也到30倍的本益比 或是你很多的个股 你的本益比会很高 如果已经能获利的预估值 我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太高 你要把部分的现金 部位所收回 如同鼠方说过 那你就可以先卖一半 这都不是我今天讲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所以在今天的OTC里面 指数创下近期的新低 就是来自于在技术面上面 跟筹码面的问题 台北股是过度的投机 融资的水位很高 你以为这些人是跟你天长地久 谈什么爱情长跑的 才不是 很多人都是投机的一个买盘 现在马上要公布营收了 马上要公布财报 它溜得比谁都快 才会造成台北股市 非常的不安定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投资朋友还是不用过度担心 虽然台北股市现在 有涨多之中的修正的一些压力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了 而且不是现在才讲 我说三月份台北股市就是波动月 波动月这是在所难免 但是你只要在对的时机 就是你不要去追 好的个股在它震荡 震荡修正的时候 KT指标没有再那么高 大盘KT指标再高 你可以去显KT指标 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个股 然后今年又是具备成长性 又比大盘来讲话 可能已经现在 我说大盘的本益比是22倍 如果以现在本益比 你根本就还没有到20倍 甚至还没有到22倍 因为大盘是22倍 那你这个股票 你当然可以逢低去做布局 所以在对的时机 是逢低去做布局 那再来你逢低布局之后 买到成长个股 获利的成长个股 你就是本命好 你就不要怕最近的流年 就是大盘的指数的震荡 命来 命好就不怕运来摩 你要影响第二季 跟第三季财富的大格局 你就趁着这个时间点 属方都在开始调整投资组合 有一些新的投资组合 你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 去做一些的联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所以在刚刚里面三个阶段 我们就谈到台积电760块钱 它称之为合理 投资人问说 那要不要卖 那就要看投资朋友 你的持股成本 假设你是500 你是400 这个部分随便 你就可以报到转落为止 如果你的持股成本里面来讲 是在600以上 我会建议你先卖一半 这样的话 你的持股的一个成本上面 就会降得很低 你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在整个一个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已经把台积电讲完了 也就是入息之间 的确是说对了一件事 就是台积电的获利 并没有向上调高 主要的原因是大盘涨不停 涨不停你的被动基金 要去买股票 你就势必要调高 目标价的原因就是如此 但是你这个时间 也过度去买一些 大型的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那你可能就要去注意 它的本益比是不是合理 因为很多人比台积电更贵 但是他们不能够有台积电 20倍的本益比 例如封装跟测试 不应该有那么高的一个本益比 因为它的技术层次 不像台积电这么高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说 很多的一个时机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应该要去做逢低布局 或是你应该去知道说 你现在是要怎么做 哪些个股里面 你要趁着利空之中去做布局 那很重要 那我们在昨天就讲一档个股 我给大家看了一个图形 我说它都没有涨到 昨天还公布利空 它是这个样子 都没涨到 那为什么会去注意这家公司呢 我相信看这个节目 很久的投资朋友都知道 我曾经在一档股票 赚很多 我不能说赚翻掉了 但是赚很多 这一档就是台光电 台光电我们当时候是在这边里面就看好 一路来它涨到这里 就是来自于说它的CCL里面 它的市占率里面是最高的 这叫同泊基板 那在高速传输里面是很重要 那我昨天就谈整个一个在未来里面 不管你的AI手机 不管你的AI伺服器 不管你的AI的一个PCNV手机的部分 两件事情最重要 高速运算它会产生的问题 再过来要高速传输 那你高速传输里面来讲的话 你要如何高速呢 那你就是从100G 过去从100G到400G 那400G回来到800G 那现在里面因为ASIC百花齐放 而且变成NVIDIA也想吃这一块 所以为什么细制裁 最近里面有些波动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公司流口水 看到大家整个NVIDIA 它赚这么多 卖一颗晶片赚四倍五倍 所以整个一个Meta 或是Emerson 亚马逊的部分 或是微软的部分都要自己做 所以就ASIC就出来 那你ASIC一出来 就有很多ASIC AI伺服器 跟以前过去标准型的伺服器 叫GPU的AI伺服器 对不对 你就变成一堆 量身定做的部分 那变成说 你在这边里面的高速传输 你就变成400G 你到800G 那过去里面市占最高的是台光电 可是台光电供不应求 那就变成要第二家去做认证 那我们说有时候只见新人校 不见旧人窟 对不对 那在这种过程中 新打入进去的 它就是6274的一个台药 所以台药你看我跟大家讲 我昨天在看的时候 就是在等大家看一件事情 你不要说今天快要涨停板 你才去追 这不是我的原意 今天最高是差一点点 一档就涨停板 可是如果你昨天买的人 你是在差一档涨停板的时候 你是很开心的 可是你今天是差一档涨停板 你去追的人 那今天你是很伤心的 这个部分你就留意 那为什么会如此的原因 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昨天会留意是 它整个前天的晚上 下午三点多 它公布二月份的营收 月减年减 月减年减 大家啪 一开盘就砍出来 砍出来所以它就开低 可是它开低之后 它下不去 为什么 因为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要记住 现在的一个营收 是一月加二月 因为它一月份里面 它优于预期 你在加二月份里面 它有不如预期吗 这是这两个相加 你自己去除二 它就没有不如预期 三月份里面它会出来 那800G的部分 它已经通过了认证 也就是说它的毛利 在今年下半年 要跳升上来 也就是说台光电它很好 它去年16块 今年可能25 26块 它可以成长六成 但是台药它去年很烂 它去年是第四季才好 它去年可能只有三块 可是今年会到什么 成长三倍到九块多 那你就想想看 成长性哪一个好 那就是你自己留意的 可是你要低买 你要趁着昨天利空 人家不要的时候 你去买 你今天快要涨停板去追 那你当然就是 没有办法去开心的出来 这就是投资朋友留意的 你自己看今天台药 是不是我说的 差一档就是涨停板的位置 这就很多人知道 我刚才说的一些的故事 而且拨迁部 拨迁商 它是跟日本的合作 这个部分来讲 在这个时间点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那如果你昨天去低接 到今天这样子呢 差很多 这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留意的 那另外一家公司里面来讲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 你每天需要去讲的 就是通路型的个股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812的至上 本来就我们手上 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讲 它在今天里面 它就突然 来到禁止的新高 你看这就比较异常 二月份比一月份 营收还在增加 年还在增加 一月份已经增加一倍了 到二月份还增加 年增84% 结果它去年大概4块钱 今年会5块6块 它的配息率 大家知道多少吗 它的配息率非常高 也就是说它也是标准的 或是在未来高股息的个股 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所以很多股票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你有时候你做好准备 你把资金去做切割 你不管你之前里面怎么买 你第一档有去买 你到今天里面来讲 你先卖 跌下来你再看 你也不知道买回来 这都是你做股票的一种方式 因为今天的盘 其实你有盘感的 你都知道今天可以要先出 先出再进 都是你的一个方法 千万不要去追 你今天一开盘的量就不对了 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吗 这就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我说过在折叠机 非常的看好 在过去里面我们讲过新日新 我们讲过富士达 我们有讲过照例 那新日新我已经叫你 不要去追了 那再过来我们说你要留意 OLED OLED的部分里面会做到 OLEDDDI 而且成长幅度很大的 它法术会里面讲 在今年里面假设 它是赚35块钱 如果配息率跟去年一样 它去年赚19块 0.02 配15块 一样的配息率 那今年会配27块 那3592的RAID你看 在高姿态的一个整理 因为它接到非常中国的 智慧型手机的订单很多 那身为人员 或是那一些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怎么做的 身为人员我们是100几块就买 一到现在还在160几 那未来里面绿能再度调高 它的一个本益比 那它就有机会再往上去做走高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如果观众朋友你准备好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跟上鼠方全新的投资组合 不妨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据努力 去做一些的联络 跟上鼠方逢低布局 未来的业绩成长个股 本命好 就不怕大盘的运来磨 你可以成为第二季 跟第三季的大赢家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